好 繼續要討論的是 這個經濟的話題了 說現在美中灰犀牛 我剛剛那隻犀牛 好可愛 灰犀牛要來了 犀牛對撞 但是我們到底要怎麼營營 其實現在的經濟情況 可能就會像非洲大草原上 你走著走著看就會 風光很好 很平安 但是前面就一隻灰犀牛 要走過來了 到底要怎麼規避這個風險呢 那麼到底放出這隻 黑犀牛的是誰 就是這位大哥 川普 非常反反覆覆 變來變去的川普 他外型也是滿像的 不是啦 還好NCC不管這個 還好沒有用津津提講 川普應該聽不懂 聽不懂 好 其實川普他先前就說 他有跟中國大陸的官員 來講電話 他說其實在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說 他們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反覆的說法 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論戰 我們來看到 就有記者去問他說 中方說沒有 你怎麼說有呢 他就說這就是我談判的方式 多年以來我這麼做 效果都很好 而且我認為這麼做 對美國甚至更好 這個真的是自己信心爆滿 但是其實在美國國內 有很多的討論聲音 有些人就說川普 他會用的談判技巧就是壓迫壓迫再壓迫 不過其實他也沒有別的招了 我們看到紐約時報是怎麼評論川普 這一次的行動 他就說川普這樣的回應 一點道歉的意思都沒有 好像把這種美中貿易戰的事情 當作兒戲了 而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他說 你持續讓對手摸不清楚底細 不斷的猜測底線或是你的底牌是什麼 這雖然是有好處的 但是把這套模式用到了極致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相信川普 所以中方也不灑灑 那個美國國內也不灑灑 現在到底美中貿易戰要怎麼做 模糊不清 所以我們剛剛形容的 這個美中貿易戰的情勢 就是全球經濟的灰犀牛了 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在經濟學上面 其實這個著作上面說 灰犀牛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有巨大的潛在危機 好像犀牛就在你眼前 大到已經不能忽視了 所以其實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而現在的情勢 其實美中台我們三者的 這個貿易往來是非常多的 台灣跟這兩個大國的依存關係 是很強的連結的 現在這個瑞銀財富管理 它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資產 就是換句話說 有錢人的資產管理公司 全球最大 他怎麼看 他看控股市 而且這是2012年歐債危機 高峰以來首屆瑞銀來看控股市的 而且現在在美國有賣股茶 像很多紀念內部人士 連續第五個月賣股規模 超過了100億美金 而且現在瑞銀也說 其實美中貿易戰也拖累了亞洲 亞洲企業的獲利他們預估 原本他們是說成長率6.3% 但是如果這個情況下去會2.8% 而且台韓業者會面臨最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想要請問台經院的 景協預測中心的主任 孫主任 主任你好 孫明德主任你好 主任想請教一下 想跟您請教這個瑞銀的分析 您覺得到底跟我們目前台灣的情況 有沒有相符合的地方 是不是美中貿易戰對像是我們這些跟美國經貿 連結很深跟中國大陸連結很深的像南韓 台灣甚至新加坡對我們來說影響真的很嚴重呢 目前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已經開始慢慢在浮現中 所以我們看到像世界銀行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他們都把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往下調 但是亞洲四小龍其實他們的經濟表現各有不同 韓國香港新加坡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是往下修 因為香港有抗疫的事件 然後新加坡因為是以大陸為主要的出口市場 所以他們的經濟下滑的速度比較快 那韓國是因為它的半導體占整個出口的20% 那半導體從去年到今年就賣得很不好 所以韓國的經濟也下滑 那台灣雖然我們的貿易也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因為台灣是主要是以美國為出口對象 而不是以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只是我們間接生產的工廠 所以我們的受傷比較小 另外一個就是台商把原來在大陸生產的一部分產能 移回來台灣生產 所以最近在台灣有一些台商的投資 帶動了台灣的經濟 所以我們下滑的速度就沒有人家這麼快 所以相對起來四小龍或跟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 台灣的經濟表現算是比較好的 那看起來主任 我們目前台灣的經濟是稍微穩住 但我們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其實目前台商回流 像今天經濟部的數字 已經回流到了上看8000億台幣了 甚至說今年底就可以落實1000多年 這對我們的GDP保二有幫助嗎 當然有 其實我們台經院一直都預估今年的 經濟場率才二以上 只是說現在有了台商的投資會更穩定一點 那經濟部他們主要在統計說有多少意願要回來 所以目前統計的比如說6000億或8000億 可能這些廠商要分兩到三年回來 那今年至少有三分之一 所以經濟部目前說大概有接近2000億會回到台灣來 我們台灣的一年GDP大概是18兆的台幣 如果你用2000億來算的話 大概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光是這一塊 大概就可以維持大概一個百分點到兩個百分點左右 雖然我們的貿易雖然我們其他的數字沒有像去年表現這麼好 但投資對我們的經濟有幫助 另外一個今天的投資就是明天的出口後天的消費 你今天有投資你明天才有東西可以賣 後天員工才有拿到薪水才能拿來消費 所以他對於未來一陣子的經濟也是有幫助的 再加上這一波投資的台商 他主要是以科技廠商為主 我們知道傳統產業勞力密集產業 比如說像石化鋼鐵紡織 他們可能移動的地方不是來台灣 他們移動到墨西哥或者是越南 但是資通訊的廠商是以台灣為主 那這一點就幫助我們台灣今年資通訊 對美國的出口大概成長了兩成 那有效的幫我們的出口值了血 雖然其他的產業賣得不是很好 但資通訊有幫到忙 所以第一個是投資 第二個是資通訊的出口 這個是我們今年台灣經濟的兩大亮點 那主任雖然我們現在目前 有台商這個資金回流 幫我們這個經濟hold住 GDP也hold住了 但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說其實像是第二產業這個服務業 特別是觀光產業 現在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因為跟大陸方面關係好像比較不好 這個陸客自由行的方面 是不是這下半年內需方面會不會變得比較冷卻一點 是我想內需主要取決於一般民眾的消費 我們台灣的民間消費 在我們整個GDP大概55% 那當然觀光客會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觀光客它主要扮演的收入是放在服務貿易那一塊 那我們還是要希望說 如果你要講內需 第一個我們的投資在我們的GDP兩成 今年投資已經穩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是民間消費 我們最近的股市大概就是維持在萬點左右 只要股市不要太明顯受到美中貿易戰的波及 然後股市有太明顯的波動 我想對於民間消費會有一定穩定的作用 至於觀光客呢 因為觀光客像陸客 他比如說如果最後這幾個月少了 比如說少了幾十萬人 雖然對我們的觀光收入是有一些傷害 但目前政府好像也在推一些補助的方案 希望補助我們台灣的民眾能夠在國內就地旅遊 我想這一部分的補助應該可以部分的抵消掉 陸客不來的一些傷害 不過對於觀光業 對於餐飲業 對於旅遊業 特別對於中南部一些旅遊的重點 那可能政府還是要多加關心 因為陸客不來在比如說墾丁 日月潭 阿里山 或者像花蓮 他們可能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政府可以重點式的補助這幾個地方 因為他們是受災區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一些措施 我想對於陸客下滑的影響 應該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 好 謝謝主任給我們示警 美中貿易這樣的風險不能忽視 那麼接下來內需這一塊 特別是我們傳統的 這個陸特的觀光區花蓮 墾丁這一塊 其實都是特別需要政府關愛的地方了 我們謝謝主任 跟我們加入現在的大百話現場 謝謝主任 謝謝孫主任 謝謝 接下來新化幾個數字 還是幫大家分析一下 好 因為主任剛剛講過 我進不起來 然後大家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現在雖然有台商回流了 今天的投資 然後明天的消費 甚至就會有機會轉化成 這個內需的整個產能 不過這都需要趕快動起來 那目前經濟部 其實這也是 算是小燕政府一個 非常顯著的政績了 他說台商回流的資金額上看 新台幣8000億 那麼今年可以落實的金額 是1868億元 快兩千億 對 其實這個數字 說實話 賬面上真的是滿漂亮的 如果就是 這是真的話 是這意思嗎 希望可以趕快落實到民眾有感 就像剛剛主任說的 轉化成消費 或是轉化成實質的薪資 不然對我們小老百姓來講 看到這個數字就覺得說 那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能會稍微比較無感一點 對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來發酵 另外這是王文淵嗎 對 王文淵現在 除了是台塑集團的總裁之外 他也是工總的理事長 這個工商界 又怎麼看目前的台灣情勢 他們也有看到說 這個回流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的大陸香港出口 占41% 那對美國占12% 可能是就工總的概念 他們的估算來講 他們覺得比重超過50%以上 那由於台灣跟全球這兩大經濟體 經貿關係非常密切的連結 他的看法其實跟瑞銀 還滿類似的 就是說這種小的經濟體 可能我們的出口 或是經濟會被壓縮到 所以他會覺得說 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的產業 的衝擊非常大 所以台灣現在要趕快升級了 要去找這種高附加價值 5G 剛剛我們談到的 還有AI的產業 把所有的產業升級 甚至他說 大家要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了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妙 長期抗戰